持续进入夏季 天气是越来越热 要去哪里消暑呢 新北市政府特别在6月2号到9月23号 每个周末 在微风运河 巴黎风帆码头和中角杀猪湾 举办一系列的亲子水域活动 适合亲子一起来体验 在热力四射的舞者开场下 有没有很期待沿沿夏日的到来呢 新北市政府开办了 2012新北市水域活动体验营 有7种免费的水上活动体验 有兴趣的爸爸妈妈们 可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陪孩子过个酷热的暑假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项目多 那个活动 那个梯子多之外 刚刚我们主持人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完全是免费的 所以现在油电双涨 但是只有我们水上的水域活动不涨价 去年免费 今年度呢 一样是这个免费 同时呢 我们也提供了专业的这个教练 来指导 以及呢专业的这个器材 这个设施 同时呢也针对呢 来体验的学员呢 那么提供这个免保险费用 保险费用也是由我们来这个负担 所以我们欢迎呢 我们市民朋友们呢 一起呢来亲自同乐 或者呢可以来挑战这个自我 为了要让民众们更了解活动的内容 记者会特别请来了向阳儿童剧团 演出了一段可爱又有趣的小短剧 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个2012年新北市水果动 学营吗 我看我们还是去参加麦克活动好了 不但报名免费 而且还有很多个项目可以玩哦 哇你们女生真的很难想 人都来有什么好怕的 我知道这个活动啦 听说美眉报名都是秒杀 真的有这么好玩吗 好不要你这样的臭女生 我们先去游泳吧 这次的水域活动体验营 通通免费提供给有兴趣的民众 名额有限报完为止 也要提醒大家 夏日细水危险多 要做好细水措施与准备 才能有个清凉又快乐的暑假 天外天新闻方建凯 蔡正贤 新北市采访报导